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UPZOT频道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我刚刚花了几秒钟的时间随便搭了一套 这些套装都是瞎搞的 大家不用在意 这不是重点 那么重点在于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宝累护盾有1300万的生命值 接下来要教给大家的就是如何让这个生命值防备 好接下来我们把职业从即时切到烈焰之墙 切换职业了之后把护盾的类型改为职业特有的突袭者护盾 同时你还要确保你这个护盾是技能分解6 这样的话就可以最大化他的生命值了 好接下来我们保存一下装备备制 然后再切回来技工的护盾套装 好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生命值能立马从1300万变成2000万了 哦不对这个背景太黑了 我换一下 好现在你们就看得更清楚了 不仅生命值能提高到了2000万 连启动回复都提高到了22万 这就相当于把那个烈焰之墙的那个护盾 加到这个堡垒盾上面 就相当于两个盾融合起来了 同样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十字均护盾 从400多万提高到800万 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防备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如果你的护盾套装非常成熟的话 我相信你的加成肯定会比我这个瞎搞的套装更猛 我相信你的生命值能应该可以达到2000多万 总之你以后要触发这个bug的话 只需要把你的装备配置换一下 从技工的装备配置切换到烈焰之墙 再切回来就触发成功了 最后呢祝大家玩得愉快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全境二的最新bug攻略了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